人的生命不在乎外在的 不在乎战事的 不在乎人对我们的看法 在乎在永恒的中间 我们达到了神为我们定的美意 有多少的程度 这是很要紧的事情 所以如果我们在付诸上超越别人 因此骄傲 我们的骄傲就使我们的付诸变成贫穷 如果我们因为用不义的办法 得到很多的钱财 我的义的亏欠 就使我们得到钱财 抵消了我们 使我们变成有亏欠而有贫穷的人 所以圣经在哥林的后书第八章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本为付诸 为我们成了贫穷 使我们的贫穷 因为他为我们的牺牲成为负主 这样负主的不一定负主 贫穷的不一定贫穷 得座的不一定得座 失去的不一定失去 拥有的不一定拥有 而丧失的不一定丧失 所以耶稣基督为我 以及福音的缘故 丧失生命的人 他们是得座的生命 而为自己保留的都要失去 你记得我对你讲过这句话吗 为自己保留的都要丧失 为神的旨意献上的都要保留 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在乎我们自己的想法 我们的主观的见解来定我们自己的价值 神为我们定价值 神为我们保留真正的意义的时候 那人就不能动摇我们了 为这个缘故呢 这一段就提到 负主不适可宣摹 更不是可妒忌 因为在负主的背后 你的信德 你的真理的制作 你的行为 你的人格 你的道德的富有 是远远超过外界的 因为财务是身外之物 这是你身外的东西 也是不能带去的 而你里面的信仰 道德 你里面的人格 信用 这是身内之物 这是你要更看重 过于你身外 所能得到的东西 我们